今年劳工法的改变是将10月8号2010年每个公司都要贴DWC7的form 那个表格是叫做District of Workers' Comp 以前我们有提供大家有个劳工法的海报 海报上面内容我们公司的海报的右下角有一个DWC的form了 可是今年有所改变也有更改 所以以前如果说你没有贴劳工法的海报 可能会将被罚1万7 可是现在从10月8号开始 如果你没有贴DWC7那个form的话 会被罚到7000元 那个表格上面的内容就是要让户主贴在 员工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比如说用餐还是休息的地方 那边表格上面你要写就是说 公司买的老公法也是哪一家 那万一说有员工受伤的时候呢 要去哪个地方看医生 哪个医院 那老公保险那家的保单的号码是多少 然后联络号码是多少 那如果说没有贴的话呢 盒子就是把7000块钱一万的可能 好有个人就这种出发 那很多公司已经有买老公保险的时候呢 可能他们的保险公司会把那个form已经寄给员工了 不是啊 雇主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收到这个DWC7的form 跟你保险公司的那个经纪人要一份 那如果说你们之前已经有贴我们公司提供的老公法的海报 你就可以跟我们要一份DWC7的form贴在旁边 或者说答案子你贴上去就好了 那如果说你贴上去之后 别忘了就是把那个保险公司的内容 贴上去 不知道说万一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去找